看吧 我也好奇看不完了 还在他20多分钟 这个不是恶心你们好吧 所以我们要去说一句 太长了 先看比赛再看完再看吧 不是没有经验要送医学去学习 而是他如果跟义先生发生关系 他现在是别人的太太 他是麦太太 发生关系就直接暴露了 这都不懂吗 所有们 还有这都不懂的 他如果还是医学跟义先生发生关系 直接就暴露了 开了小黑打TB OG刚刚赢了 感觉这一把如果石头队把握不住 那就是小象剧本 如果你让OG打个2比1 你估计人都被打懵了 这四把估计也败败 开始小黑也赢了TB 他们 小黑这个英雄 你这样是线上打好点 让他打的难受 他就 把我们没有TB快要完 那就不一定可想TB了 小黑也是打TB的好手 两个打TB的好手 两个打TB的好手 两样西蓝西幻象阳幻象爆发控制 但是石头队的TB好像很厉害了 而且这版本的TB感觉 永远的神好了 TB有点强 线上就算是强的carry 后期又猛 十秒 五秒 天徽的禁用计划是什么呢 搬人的话搬了滚滚和卡尔 我发现OG也不怎么拉松鼠打中的嘛 他们之前那个松鼠打中 他们是他们也就他们对用啊 中鼠打中 然后这些赢了两场 后面被人搬 在后面选了两场也没打赢 就不怎么选了 看那个大夫说 OG这个小黑选的是配死玲珑的 这个兄弟看多塔比赛有年头了好吧 可能这两年没通过网 没上过网 小黑死玲珑 多早的体系 现在的小黑在大招加敏捷 小鸟根本不继承 死玲珑更是没人选 小黑死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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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叼哥,你是不是被弹幕钓鱼了? 兄弟,你要不要再反反想一想,你是不是被我钓鱼了呢? 好好想一想 看一下我在第几层 看到了个女粉发问号 我的婷婷是八级小调命,还不睡 女粉丝也熬夜 你怎么知道是女粉的 上次小调命聚会来过呀,来过 大学生 然后有个男朋友,把男朋友也发成成为了小调命 本来男朋友不是小调命 被他按力了 有个男朋友,把男朋友也发生了 对,男朋友也发生了 对,男朋友也发生了 这个阵容没空啊 中单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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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出飞鞋啊 感谢Word,婷婷送到飞机啊 谢谢女粉丝 老板大气 少熬夜啊 少熬夜皮肤好 冰龙做到A仗以后就很他妈烦了 下次要是小调命还聚会 再请你过来啊 请你吃饭啊 打冰龙想到要有一个像猫一样的去切啊 我们选个紫猫 选个,哦,紫猫不好打 那个男猫可能好 这个念Wand 这个念Wand吗 Wand 不好意思啊,英文比较差 是什么 男的熬两个同校没关系的 我也在熬同校 天天熬同校 两边BP都有点腰 我觉得夜演的真的要 夜演的阵容你路人都选不出来 选出来基本没了 路人要是我一选TB队友选出这样的阵容 我报警了我跟你说 我投了吧别打了 露个点吧兄弟们 有人不想赢 你跟我一个人先 那天他妈的 有人不想赢他妈的 露点他妈的要喷我 我操了 你一选大哥 然后选个TB强势盒 你队友补成这个样子 要控没控 要爆发没爆发 线上也无论抢 无论这样子还打啥 不想赢算了呗 A了A了 下水道归下水道打TV还行好吧 下水道归下水道打TV还行好吧 下水道 下水道 打TV用的呀 你就赢了吹吹逼啊 那输了就下水道了 输了就他妈没有没有资格吹逼了 只有赢了的人才有资格吹逼 赢了说啥都屌 输了他妈的 输了你 你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赢了才有呼吸权 好吧 你看他们好几个兄弟同时发微博 获得了呼吸权 输了 输了微博都没办法 你来看这个了 我已经很久没上那个东西了 微博我会看一下 咦 怎么暂停了 怎么暂停了 这把酒先出盘子有点屌啊 他送上去吃一套技能 死不了开个档 对面没有人能出否决 他大招一开我操对面就崩溃了 差不多得了啊兄弟们 不要再开玩笑了 竟然看比赛了 准备开战 准备开战 独球小浪将 两个大红 一种次数 一种次数 辣野 学校lowtile的辣野 但是我排到消睡了 就选一个这个的 两个大药 对 一种次数 打完个踢 把他 囤的飞起 这三角去了 出不来了 出不来了 这兄弟腰啊 看下45点攻击补刀 雷鸣般的掌声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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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第二个问题 他们线上比赛 教练可以在旁边指挥吗 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 你这样的朋友指挥也没人知道呀 虽然开个视频 这边说两句话 总不会被 被影响吧 有摄像头 但是说话无所谓的呀 打上一下发塔 发塔没抢过塔 哎 但是你的服被偷了 good good 发不及 过来卡对面那边 放对面卡边 这有他的 那我也帮你卡边呗 我也帮你卡边 脚是互换啊 上来勾打一套 学了勾子 勾子的话没有脚 但是他买了个纸环很喜 你看小那家的幻象有血条的吗 我怎么看小那家的幻象没血条的 有血条 你出bug了 小那家买的独球挺优的 哎 我刚刚看中路补到 这个兄弟2-0了 45点攻2-1了 后面被反补了一个 看咋补 用T是吧 T补两个 哦 他就是靠T补两个 他一圈 有那个严寒做操 就用严寒做操 48了 成长挺高啊 这兄弟 3.6的智力成长 成长还可以啊 升一级加3.6的攻 升两级加7点攻 3级 3级加10点攻 他就垫远程 对吧 垫完之后用 碎裂充机 主看中路吧 这一把 学习学习中单兵龙 12-1啊 中单兵龙三尺 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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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点攻了 加了4点这一次 也算是 竞争之少 一人空一个 又电两刀远程兵 看一下 远程兵 远程兵他露不了 要我这样打的话 除非对面不让他A远程兵 很舒服 不然他露不了 然后推线回线 这开始 这不打刀 PB还是无解肥 真凶 是啊 我怕 亚伯任 亚伯任要这么凶好吗 他以前也是打大哥的 那种纯匠以为 亚伯任只会学1,2 不学3 不学3 不学3好多 好多 下路是两个 出没有双杀 起飞 咒斯被喷残了咒斯 没技能了 不过 魔棒 上路防击又死我了 送塔的吗 但是可能是 专业支配老哥好了 玩啥都出支配 操作好 他多操一绝 他多操一绝 这个小黑把肥啊 线上 补刀高 有人头 小黑补刀这么高 有点屌 说实话 有点屌 大杀高11 还有两个人头 刺他牛皮 魔杖 基本功好 他的魔杖少了一个树枝 只剑吃 可能种树吃了 基本功是有点好 小黑打了打了就容易坐牢 他那妈比玩的小黑好肥 我玩小黑也不肥不知道为啥 小黑很容易坐牢 可能是亮保他亮有点厉害 这边光滑弱 我玩小黑反正就 打刀没入化 人补了刀也补了 但是就是不太肥 打到没反正 中规中矩的那种 不会像他这种什么他妈的怪物啊 动不动就是一个 九线被打到直接勾兵 往塔后缩去了 伐木鸡现在一个人玩 那家帮的同框 伐木鸡打远古也很爽 又是三拉啊 经典幻象三拉 大中小但是大也被封了 被真也封了 没见到就灰尾 入口吧 防不起反正正好也能扛压了 四季 光法熊猫都不强 说实话 熊猫也得弱 光法也没拿两波 拿两波做事轻小的啊 他自己精大的和勇敢 就是到六了 好看边路 这个时候边路肯定会干人 下路没人占线 那肯定是干上 哦 中路被弄死了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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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死了死了 防法收掉一个 他还大死了上路的雅巴顿同时 因为雅巴顿同时也被伐木鸡动手了 一个大DoubleQ 舒服啊 雅巴顿应该是被死亡兴风刮了一下 你来了啊 就是 幻想服 换个瓶 那正好 来来来来 光个瓶 来走 踢 那样死的好呀 死的好 正好换瓶 正好我没拿了 我正好打波也空过 大家做一个加油挺恶心的 然后幻想在中路就看了你挺恶心 这把这阵容太呆了呀 没空的 感觉这把不行啊 这把这个石头人的阵容不太行 是的 他那把冰龙其他英雄是啥啊 我忘了 有哪几个是现在这把有的啊 中路是紫毛 不是啊 他中路是冰龙啊 我也忘了 是不是 队友是吧 是不是有蓝啊 队友是潮西 我记得有影响 潮西 被潮西 小强 小强 小强破母 他们说 小强冰龙蜘蛛TB 那他就屌了呀 啊 蜘蛛 蜘蛛 蜘蛛很关键的 蜘蛛可以 蜘蛛是很关键的 一直牵着 黑头后排 三三的蜘蛛也是绝中绝 这层地 蜘蛛也是绝中绝 蜘蛛也是绝中绝 他蜘蛛也是绝中绝 这层地 也是刚被一号位 哦 这个九仙强等六 没到 感觉他这把不好打死他了 被看到了已经 这把小黑挺舒服的 TB经济第二 也还行 这把没控制冰龙就很尴尬了呀 没控制小黑也不好发挥 小黑特别好发挥 宙斯也好玩呀 并龙一千四快飞鞋了 2-0 并龙捕刀挺高的 他比宙斯肥劲 捕刀挺高 他捕刀高 他捕刀高 2-0没他肥 基本功扎实 不是啊 说明 推线打野 自己的税率充饥 清野怪不要签太快 中弹兵龙什么蛇皮 他不之前胜者组就是用中弹兵龙干的OG 赢了一把 但是那把这种好一点 为小强有蜘蛛 这种蛇皮光法也这么说 吃 好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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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吹风 哎 他这个吹风配九屋是有说法的 亚伯顿又被咒死了 吹风配九屋是有说法的 双减速加上那个余镜加量的伤害 燃烧伤害 雕哥配支配头盔 就感觉谁又把我支配了 现在谁又好喜欢支配我 谁又出个支配头盔支配个雕哥 好强 你们想看啥就看啥 小黑魔龙枪了啊 想推一下中吗 加了一点黄了点 加点四级兵箭 经济不落后 看下他这个阵子我们怎么打了 好血啊 又是巴顿将军 巴塔已经死两次了 第三次 他为宙斯提供了三个人头 小黑打野了 哎哟爽啊 小黑打得好慢 不行打得慢 要发木机打 我跟你说 这个远古是发木机的 发木机打完之后他成怪物 最好是不要 经验都不要让吃他的 发木机打完之后直接成怪物 中塔 带了只雕过来推了 这发木机清卧远古直接起飞 大一个酱油干嘛 杀个酱油再说 杀个在说是吧 感谢勾心斗角 下象棋 送了两架飞机 老板大气了 老板楼上有请 中塔反补 反补了 说没有 中骨灰了 骨灰加鱼进加量 走不动我靠 好 对 多一个 炎阳之后 冰龙双倍有点屌 发现 炎翰左操 超远距离 Slay together,Slay together,Slay together CB那个50点攻击力也蛮舒服的 有一只这样子50点攻击力 TB不是挺肥的吗 经济怎么落下了 排到第2排到第5了 这个不知道啊 一个解释啊,空不漏刀呀 他经济这样的 这小肥很激进的 他也没死呀 结束不太好 12分钟如果无解肥,线上无解肥 12分钟只有5100是很穷的吧 如果线上是无解肥啊 你12分钟不止5100 你线上无解肥,10分钟5000 他也没关系 后面逛完一下吧 附近 逛开了 他去中路推塔了 去中路推了一波塔 没打钱 啊 应该是有段时间没打钱 小辣家这个酱油 换一下还锋利眼 你看他好贱啊 玩得好啊 这样的话省一个真眼钱 人还不用冒风险 换一下锋利眼 自己深深拉影 压制打残队经济 有效法 一般人玩他这个幅度 可能学不会好吧 你要很灵活 什么时候开分身 那分身因为持续时间就 就按数6秒 什么时候开分身,什么时候冲过去 你要卡到时间去的 小黑 人马踩后排 踩那家不让那家睡觉 这兄弟操作再屌一点 这兄弟牛啊 他真的牛逼 鬼鬼人马再踩一脚 踩一脚 这帮你操作细啊 鱼锦加量 然后 开大 吞声打小黑 人马踩后排 得那家 踩完再把他吹起来 对啊 伐木鸡莲花了 还是不对 这宙斯下水道回下水道屌啊 下水道 502 客提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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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这个幻想看了卡子点来的 46秒已经走到了这个位置 你想拉拉不了 卡点来的了 然后你打的他还跑 很灵活的很 打到一波 好灵活哦 自己再拉双你看到没 自己拉的大眼 拉的远古 人在幻象在封自己在拉 都是多少 多少哥 你要想赢 细节啊 然后他的允信锤基本上 我感觉都是 都是拉野的钱你知道吗 他就补了十刀 工资和拉野的钱 靠没事拉野发的一些 奖励加工资 感谢柏牙绝旋 送付飞机老板大吉 三三 周斯意思是 放了一个 放了一个视野大 配合大配不到还杀了一个人马 人马一百块 阵容太得了呀 靠中弹冰龙那天 不靠TB那天 他不想走就是想打呗 他不想走就是想打呗 想打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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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及哪个 这冰龙有无师 打咒识 看他咒识 抓着打 直接喷死了 怎么这么痛啊 怎么这么痛啊 TB在打光法 小黑 小黑 小黑在打光法 小黑被点死 冰龙没死了 开喷 开喷 王子 本赢 犯网 居 data 霸佛 你不服 那 пл home 很 哈哈 mate 500 用 没 10 100 他为什么能单防到宙斯啊,大也没交着冰龙,就把宙斯切了 我不是说他冰龙有问题啊,他冰龙我知道,之前圣子组赢过的 我说他其他的英雄配得很药,没空,其他英雄很药的 之前的冰龙是蜘蛛小强什么之类的,白虎好发挥一些 这把他刚刚那波能自己单切到宙斯说明确实有点东西,不知道怎么绕到宙斯身后 他是从肉山那里里到的,好像有个幻象,几个幻象看到了,他在打那个幻象 一般来说打团他,没办法单切到宙斯的 这把打后面还不好说啊 不好说 一眼打起来,想杀人没那么简单 打着,把他没死 看下,看一下看一下 一个大,蜡血蜡,蜡血蜡蜡,喷两刀,这么高的伤害 巫师可以打三分之一血 巫师可以打一半血 巫师打一半血,然后蜡血蜡 这兄弟冰龙有点东西啊,套了好神 总单冰龙,严寒灼烧永远的神啊 发现这些技能,这些OMG特别强的技能 都很屌嘛 赤魂,月刃,严寒灼烧 灵人之刃 打木机,打木机能中间一次吗 哎哟这个血打氧气了 打木机的技能也很屌的,死亡旋风火星护驾 死亡旋风打了个力量英雄多了 特别掉了 就是拿了,不管你做大哥还是 做酱油,保人也厉害 缩地,缩地有点耻辱了 蚂蚁模型太拉了 你把缩地换一个力量厉害的英雄 你看看 蚂蚁模型太拉了 没办法 好吧 不用换一个力量 这么想 链蚁模型太拉了 这个应该啊 随便是 推荐 这 还 蚂蚁模型太拉了 小黑的經濟掉下去 左燒加那個巫師自刃噴發木機都噴得動 感覺左燒一碰他他就得開那個了 他就得連花自己 一個就要開連花 嗯 這寫不詩了 Nota這個B又在刷了 他刷得挺快的 嗯 發現啥 我說這個病龍刷得挺快的 關鍵是宙斯刷不過他 這中彈病龍 這個英雄挺能刷的 他玩的好 他出個飛鞋到處下 他一萬經濟 他跟大哥一個經濟 雕哥雕哥看過丘比特沒 我直播間已經一兩個月沒有看過沒有看過丘比特了 沒看到過 我的任務差兩個呀 差一個丘比特和一個什麼 Najor之下 另外一個差王者之間和雷神之錘 好 感謝感謝 非常感謝老闆 勾心豆腳下象棋送的竹浪丘比特 老闆大氣 好看 老闆牛啊 好老闆 好老闆 再次感謝老闆送的竹浪丘比特 福星三星也完成了 發木機有點頂不住了 有蓮花 咒詩在沖臉這兄弟 吃到冰龍了 救 救 冰龍反手大 大到咒詩在塔下 把你噴死了呀這 咒詩倒了 冰龍沒死 他2100血 還有戒指 在加上亞伯頓的奶 是一口梅肯 一個精華戒指 一個奶 好奶奶回來沒死 反打了 冰龍 這就是衝臉 我的天 脫不動衝第一個 裝他們最兇的 直接被反手一大定住塔下 噴死了 這沒殺掉冰龍 巴頓 梅肯 來 這個隊 真的有東西 真的有東西 東西不比OG少 只能說 這兩個隊都很有東西 打的這樣 確實有東西 A仗了 大引刀出來 對面都是 都是地點 噴 A仗之後就是大引刀了 快 快了 我沒見過 說實話沒見過 一般是出A仗 會出以太 但是不會裸 林隆心 一般都是出A仗的 但脫不送這位選手吧 他的打法 他總有自己的一套思路 你知道嗎 上路睡到了冰龍 但他家沒有隱形錘 網住了 很大 開左燒跑 開左燒跑 約定型 飛鞋 左燒跑的飛快 踢走 四八一一速 中路巴木機 會死嗎 砍出四層buff 有蓮花 死不掉 蓮花結了 他開個左燒四八一 加速的呀 加百分比的 飛得太快了 神仗升級 加百分之二十五的移動速度 正好配飛一些 飛得太快了 四八一 我操 關鍵大海很肉 這冰龍挺肉的 國外隊真的 真的挺有東西 他開個新花 戒指兩千多錢 國外他們 每個隊都有自己的風格 體系 好多隊都有 不說每個隊 好多隊都有 國內隊擅長學習 基本上就是 學習強隊打法 在哪兒 以外來說 很 filmmaker 呢 你幾乎乎 你幾乎 好 你幾乎 你幾乎 以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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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国内队现在比国外队厉害,水平是要高一些的 只不过在战术上面呢,确实没有那么广阔好吧 现在国内队肯定是水平要挺真一些的 两次Major冠军都是中国队,一次是IG,一次是老干爹 刚刚看有个弹幕,真的吗?好久没看多他了 现在中国队强,只不过打法风格都很像 老干爹有时候会科研一下,其他队很少去科研一些东西 没那么容易驾驭,英雄池没那么广 也有可能是一个选手英雄池驾驭不了 不是说他不会玩,他玩这个英雄可能就跟我们打天梯一样 可能只有6000分,他没有8-9000分的实力 什么某些英雄 他要练一段时间 也不敢整活,怕整活,叔叔不肯 老干爹也经常科研失败好了 科研成功的也有,科研失败的也经常 飞币这边冲上来,灯灯冰龙的叔叔打他有点痛 两次到了冰龙 他们杀了冰龙吗可以 怎么一奶就满了呀,戒指奶 斯拉怎么感觉加了血 法木鸡再打一套 哎,冰龙 跑太快了,跑太快了,人家还死了 TB再冲脸 TB没变身再冲脸 弹死一个,TB双杀 法木鸡还要再笑 法木鸡跟冰龙打起来了,两个人再笑,碰火 我冰箱好秀 你分货我冰箱 你分货我冰箱 他关键他冰龙每吃空血没死,我操金 奶的奶回来了 关键小黑 不对了呀 我都被贴脸了 不对了,倒点 OK OG被 好像 零换4啊 恭喜OG 他刚刚那个LUS王一指,指那个冰龙 冰龙是大概三分之一血 指下去我感觉他加了一口血,你知道吗 瞬间亚伯顿的奶,什么戒指模范加上梅肯 都感觉这个死亡一直加了血 奶量十足 光伐这个梅肯也出的蛮好的 这个位打的是赏心悦目的 阵容呢我们确实没看懂 打得好 他第二把都打得挺好的 你别说他第二把拿敌法了,第三把拿了光伐这些 冰龙就算了这些打过,光伐这种 也打得飞起 光伐第一次没肯 中单冰龙,4号为光滑 支配9仙 阵容是没有空的阵容 也不是完全没空 看来是有的,冰龙大 9仙大 我们的空是不是现在只有冰龙大9仙大,如果光伐没有灵光的话 好像是没了 总感觉咒识也要去飞行吧 他还满了129个岛 冰龙他妈的200多个岛 这种好难打的阵容 真的 但是奶的话是亚伯顿的奶加光伐奶,冰龙冰箱也可以奶加 3奶 真冰龙出个引刀更难死了 他开延恨竹梢就481 开个引刀估计拉满雷鼠 跳到TB 中单把拖不中爆了 跳到TB 破误了 跳到TB 有网络 就是开跳了 走不中 出了个魔镜静电场开跳 打了一下 没输出 我不敢上 大喷了个半血 跳过来变身拆 发布机不打正面了 先去带线换塔 正面感觉OG有点难打 小黑 小黑好容易死 宿司也好容易死 O机救人只能靠那家睡救人 下路留住伐木机先给他吹起来 等TB到 哦一个锤子断他钩 再吹风 锤子断钩 再吹风 再吹风 再钩 冰眼黏住则不动 喷死 冰龙输出打他就是输出 冰龙好厉害 好厉害 这个中单冰龙 学肯定是有人要学的呀 有队伍要学的呀 感觉还挺厉害的呀 你这不学 他玩了两把都几年 我跟你说马上国服天梯 都开始要 很多人玩冰龙了 好吧 单杀 再一次单杀 他可以扫图 啊 他这个装备他可以扫你图 他你们到处呗 扫图 他给你学是暗夜魔王你知道吗 夜魔 你别说就是景象的 就是夜魔 无限开大的夜魔 少图 物灵开个引刀 他开这个炎汉足烧夜间视野范围加成400 视野也不小 800 加上自己的天赋 视野很大的 晚上就是夜魔呀 刁哥你莫及托之下看不看不看我送你主播 看看看兄弟 很想看一下 看了多久双倍双倍经验卡了 我所有生牌子也生快了 就差那个了 买着冰龙 好肉 吃个戒指两千七百血 冰箱一拿一拿一拿了 感谢勾心斗角 下下请送到莫及托之下 老板大气 老板楼上贵宾喜有请 感谢感谢老板牛批 我有个双倍亲密度了 等我开了 大家睡 睡不是很好啊 冰龙你大了 你大大小黑 大宗斯 大宗斯喷小黑一起杀 哎哟宗斯小黑一起杀 水波kill godlike 这还剩个瓦木鸡 大哥tb倒了没关系啊 真正的大哥冰龙 站出来了 大宗斯出个大银刀 把你全给砍了 炒牛啊 这半夜比赛看的不亏啊 迟了 感觉赚了 我感觉赚了好多 能看到新的东西啊 很赚好 你这样看比赛很赚 我感觉他们 他们比赛打亏了 我赚了 太眼界了啊 太眼界了啊 不记得一下 变得了 在这个闪会对剑 我赚技能增强 oh my god第一神技给你闹了 炎寒灼烧 oh my god真的就是多打 我跟你们说 最早火的是啥 最早火的是月刃 Luna 后面 后面发现一个TA灵人 哎 再发现一个赤魂灵人 现在炎寒灵人 这些全是神技中的神技 全都被开发出来了 再次感谢老板 勾心斗角下像棋送的 这个莫吉托之下 老板打击 老板破费了 575 1000的攻击距离 火枪 火枪它跌 老板打击 不是这攻击距离是假的 我在看攻击距离 425加3872 都不是火箭它跌了 是火箭它祖宗了 假攻击距离 575 但是你看这个攻击距离 但是你看这个攻击里显示 假的 它真的有 真的有4000多攻击距离 那是个什么概念啊 那你都永远看不到 它只用爆炸炮什么之类的输出就行了 正常是425加大招是575 如果没有魔龙枪 他有时候杀人都不需要盗 475加575 没有魔龙枪和灵眼弓 看到了 睁眼在蹲它 但它不开的大反打 想拼咒死 来来 换血 救大哥 大哥冰箱 伐木机的伤害还是能打到 能不能杀 来来 大家睡了一下 走出睁眼范围了要 走出睁眼范围了 大引刀 反喷 鬼鬼的冰龙 秀儿 再走位喷 走位喷 哼 这么蹲都杀不了 我操 插着睁眼钓鱼 就会钓过来一条鲨鱼 迷雾纏绕跟光法的梅肯和冲击波都是奶 钓了一条鲨鱼 喷 带你到喷 又被打一套 TB跳脸了 TB跳小黑脸了 小黑直接被毒死后路点死 伐木机有点顶不住 咱们赶紧勾 想跑 跑不掉 被冰龙追死 九仙吹风 吹了一个蓝蓝蓝跳走 TB跳脸 冰眼减数脸 No tell 这边还在杀蓝 蓝蓝也在全水被打死了 牛啊 石头哥 石头哥猛 好硬 这个石头 天知道有多硬啊 天知道有多硬啊 这种冰龙玩真的吸粉了 把我头都撞碎了 头都撞烂了 老菜的嘴估计也要不动 嗯 这种冰龙玩真的 你追上了 哎 又打了 走不上了 下血道满了 下血道 哈哈哈哈 下血道满了 这冰龙太屌了,你妈死又死不了 不是怎么回的血啊,TP换了血吧 换了一管血 这血 TP换血 光法梅肯,笛子,雅伯顿奶,自己冰箱,骨灰盒 光法的波也加血,波也加血 跳一下,买火车斯,倒点 透力血,透力血 最高,最高 无限超神,冰龙 跑得快,升板不硬 嗯,透力血 啊,这别怎么撕了 好